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崩坏心穷铁道未来角色崩蹄2.7秒P 停云定位同血组Plus,二命无敌 据悉,SP停云是笑韧,玩超击破的辅助 战绩和原停云一样都是单体争议 肯定提升该队友的超击破特攻效率 攻击力怪带负面效果 大招是全体无视笑韧 相比同血组,SP停云只有在场就有笑韧领域 而同血组是大招,0命 SP停云不再具备拉条效果 而是怪物脱条延后 1命增加击破效率 2命回能和拉条 可见拉条放在2命 而且6命是全体争议 这次,SP停云的2命算数无敌了 弥补充能的缺憾 击破效率的提升能够加速启动 同时也增加超击破伤害 相比同血组 这样的技能机制已经是超击破队最值钱的城区 拉条加击破效率击破队最佳管 首先来说下玩家比较熟悉的三位角色 分别是星期日 罗斯公母和SP停云 根据测试服消息来看 除罗斯公母外 其余两位角色都会穿新衣服在2.7版本上限 然后3.0登场的角色就是 SP黑塔和阿格莉亚 还有6位已确定属性命途 其中毁灭有两位 巡猎和风饶各一位 还有一位未确定命途的角色 对应角色有八重英 华 斯蒂芬 其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